那……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那些 哦 是 是啊,這樣呢 哈哈哈哈 你不要笑我 你不要笑我 那我跟另一個呢 他就說 哈哈哈哈 因為我用來剪的嘛 沒有 沒有 那我們繼續錄的,是嗎? 如果你要我重新再錄一次,我會哭 take one 又到 哈哈 他還沒數 我不知了 真的來吧 又到聖誕 又到聖誕 聖誕 聖誕 那樣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個 大家從小都聽到大的故事 嗯 那在20019年前呢 那樣呢 在12月25日的晚上呢 就有三個博士 帶著三份禮物 跟著呢 跟著一顆有四個叮叮的聲 就去到百利行當中呢 的一個馬曹 就去朝拜這個耶穌基督 那樣呢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慶祝的聖誕節的由來 那相信大家是否平時都是聽到這個版本呢 對,由小也是這樣說的 不知聖誕卡上面看到的 對,就是那些畫 那些 但原來呢 聽到這個故事裏面呢 有很多位都是錯的 OK 原來12月25日不是耶穌 真的耶穌的星 出生日期 即不是那天,可能是24日 有些時差的可能 24日晚出生嘛 平安爺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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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 原來耶穌不是在冬天出生的 然後聖經裏面又有說一些牧羊人 在放羊 那冬天 那沒理由在放羊 對 因為沒有東西吃的 但其實百里行 或者耶穌撒冷 在山上 即是二千多呎 海不以上 那其實都可以好多 太不錯的資訊 因為 冬天是否不用放羊 冬天都會放羊 是 那有機會是聖誕 是的 即是12月25日 我意思是說 沒有可能 聖經裏沒有說什麼時候 他只不過是說 有牧羊人去放羊 然後有那個人口普查 是吧 沒有說哪一月哪一日 那為什麼最後會突然 大家好像 大家都認為了 是12月25日 就是耶穌出生 10月25日 有一個說法就是這樣的 就是到了 教會初期的時候 就是羅馬帝國去到 慶祝太陽神的節日 大家會送禮等等 當基督教變成了所謂主流之後 就拿了這個節日 然後就做一些顛覆成的事情 意思是說 你們慶祝那件事 但是我們就拿了它 轉了它 就是慶祝耶穌基督的生日 按照這個說法 就是其實是抗衡文化 就是文化裡面就是 我們慶祝那件事 然後去買東西 送禮等等 做一些世俗的事情 但是基督教 就拿了這個節日 轉了它 然後就是抗衡當時的文化 社會的奉起 就是慶祝是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所以是審慶的 文化上的審慶 所以聖誕節就是有這個意思 所以你今天想一下我們慶祝聖誕 其實都可能可以拿這個意思出來 眾人去買東西 或眾人去很開心做一些放假 但是我們要紀念什麼呢 就是主的抗衡 那星期幾號也不要緊 幾號也不要緊 這個是傳統 但是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我們不應該 做世俗在聖誕節做的東西 就是我們不應該去買東西 送禮物 你今年沒有禮物 應該 審慶祝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可能會做某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不會忘記真正的意思 我們要紀念到真正有主的抗衡 所以為什麼會有報家音 為什麼有時候會出去服侍其他人 教會會有聚會 等等這些其實都是一種不同的做法 那你講到這個東西 那不是很多摩都很喜歡聖誕老人 在等你和小朋友拍照 Send a Clause 是的 特別是Family 那是不是張爺修機 就是是不是和聖誕老人拍照 就好像不順神一樣 就是聖誕老人一個 大的主角 推購的聖誕節的主角 是的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任何聖誕節 逗到聖誕節的東西 譬如有些顏色 都不應該的 那我又不會覺得是 這樣去拿捏那個position 所以我們都可以繼續去送禮物 收禮物 吃大餐和和聖誕的領獎 是的 還有聖誕老人這個故事背後 其實是一個的聖徒 一個初期教會的聖徒 他去做很多的好事 就是去照顧一些窮人 或者小孩子 所以才會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是吧 但是當然今天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不記得了 是吧 你講到的傳說 其中一個就是 他說有三個博士 我們一直在看畫 永遠都是有三個博士 但是聽說呢 聖經其實原來沒有三個博士 你覺得聖經怎麼說 他說有三份禮物 有幾個博士 幾個博士 有三份禮物 有三份禮物 是不是因為三份禮物 所以有三份博士 我就覺得應該是 每人拿一份 黃金這麼重 可能一個人都很難 每人拿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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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些我覺得 又沒有大錯特錯的東西 我覺得是OK的 有幾個博士 幾個 一定有三個 至少 看回博士 博士是什麼 不是今天的PhD 博士是當時的占星學家 就是巴比倫的占星學家 或者一些東方的占星學家 他們是看這些精神 然後掌握到 有些新的事會出現 所以他們就來到百里行 故事本身有一些暗示 就是有一些很熟聖經的人 他們居然不去敬拜過主 那些完全外邦的占星學家 他們就因為天象 就是普世的啟示 他們就走去敬拜 那些在最近的 在耶路撒亞的官 或者那些的權貴 宗教領袖 他們就不會去敬拜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看一些聖誕卡上面的畫面 也是耶穌提出他的寶寶 包住馬槽之中 在這裡 肉室馬利亞 就有很多動物圍著他們 就有馬 奴 一定很臭 那樣時就覺得整個畫面會很臭 很淡 經文怎麼說 是的 这个一定是出自圣经某一些的线索 读一读圣经先 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二章 这里讲到那些天兵天使来赞美神 然后天使离开之后升天 牧羊人就去到伯利行 就尋见玛利亚和约室 又有那婴孩饿在玛曹女 所以玛曹会出现的 第一个解释是平房 下面就是玛曹的地方 就是牛羊和煮饭的地方 上面就是睡房的地方 所以巴勒斯坦的平房 就像那些丁屋那样 上面是住人的 下面就是一些动物在那里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 巴勒斯坦居住的大部分的屋都是这样 就是找到的屋都是这样 它不是被人趕了出去一个荒山野 就是当时有一个马鹤 而且你说客店里面没有地方 有一个解法就是 那个客店这个字 就不是路加平时用铝店那个字 这个路加坡是有好萨玛利亚的比喻 那个商者就去了一个客店那一屋 然后他给了钱照顾他 那个真的是Hotel Motel的意思 而这里客店会有的地方 其实就是可能是客厅会有的地方 不是说药室马利亚去到 Motel式在哪里 全部都不满了 全部都没有Vagans 就没有房子给他 然后他们走了去马曹那树 而是真的去到一个可能是亲戚 软親的 因为人口统材 然后回到他们那间大的屋里面 可能已经睡会了人了 然后去了那个客厅 其实客厅不是一个比较卑微的地方 客厅其实是一个最中心的地方 他去款待他们 去迎接他们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平房的格式 architecturally这样去看 他不是说那么可怜 而是真的迎接那个主力度 在我们的客厅中间 interesting 就是完全反转了 对 完全反转了 就是以往就是很可怜 homeless 找不到地方 刚才你说 其实不知道耶稣何时出生 是的 那为什么会还有B.C.的东西出来 必复 上History堂的时候第一件事 就是B.C.和A.D.的分隔 那怎样呢 A.D.是什么 A.D.是什么 A.D.在拉丁文是什么 Alone Dominic Alone Dominic 就是after the Lord的意思 就是主之后的意思 我想这个是一个基督教传统的文化的影响 就是令到西力跟基督教来定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的降临 就是使得历史分成两半 主前和主后 所以那个影响力就在那里我们现在看到 但是2019年之前并不是都是耶稣出生 也可能并不是都是耶稣出生 这个肯定就不是2019年之前出生 肯定 为什么呢 因为是初期的人去搞月曆的时候 搞凌鸡的时候 他们的数据不够 所以他们有点差错 但是差错也不大 因为你记得那个马太方二章那个故事 大希律想杀耶稣 我們知道大希律是何時死的呢? 就是在4BC的時候死的 4BC的時候死的 所以肯定耶穌出生 還是4BC之前的 肯定是的 為什麼我們知道大希律是4BC的時候死的呢? 因為按照其他歷史的記載 說他死的時候 前後後計算 就肯定是4BC的 所以有少少差錯,有幾年差錯 如果我們計算回 剛才我們在馬西方第二章的故事 耶穌大概兩歲 他追殺他 所以6BC左右他就降生 那這個人口普查是否沒有記錄到呢? 即是沒有說幾年做過這個人口普查呢? 人口普查呢 羅馬帝國其實是幾普遍的 有些埃及的 草鈔本 就說每14年就會做一次 我們找到的 有一些草鈔本 譬如是AD九十幾年 如果你計算回的時候 每14年每14年每一段時間再做 其實在那段時間就會做 所以其實你這樣計算 都算挺準確的 其實你說的路加芳 聖誕故事 很多人挑戰聖經的可信性或者可靠性 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居里樓 那個居里樓 做巡撲的時候 因為居里樓大概做巡撲的時候 他是AD好像六至九年 有一些的印記錄說 他是BC大概十 BC至七BC左右 他做過 但如果你這樣計算 古代的作者寫回歷史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很準的 等於你今天說 大概林鄭做特首的時候 就發生什麼事 不一定是那一年至那一年 他做特首 可能是前一點 或者是後一點 不過他只不過是告訴讀者 你記不記得 那個人最多人記得 那個特首 那時候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其實你七除八折 其實都算是很信用的 最近讀書已經沒有了這些 A,G,B,C 已經改了做 這個 CE和BCE 那是不是一樣的用呢 就是BC就等於 是BC是代表什麼 Before Common Era 是Before Common Era 或者是CE就是 Common Era 正如我所說 BC,AD就是基督教的影響 那現在慢慢慢慢 Post-Christian 就是世界比較多元了 那你就變了 就是refer to這些日曆 年曆的時候 就有很多時候 那些人會覺得 不如用BCE和CE 那正如你說 那就是好像將從基督教的影響當中 pull out 了少少 很多時候美國人都不再跟你說 Merry Christmas 那但是還會說 Happy Holidays 那些 作為了基督徒民 應該堅持要說 Merry Christmas 還是已經OK With like Happy Holidays 那樣東西 特別在美國 香港都有 開始 就是那些文化戰爭 那些情況 就是經常都要很insist 我們Christmas 一定要spell出來 不可以用X 用X M-A-S 那有時候 你選擇BELL 那又不一定要說 那麽對立 就是我們一說 Happy Holidays 你就是 好像錯誤二端那樣 那有沒有那些需要呢 我不知道 那就是不需要 我的經驗裏面 在美國 其實說Happy Holidays 和Merry Christmas 其實那些人都不是說很反感 那所以我覺得 就不需要說 要在沙上面畫 那個界線 就是 罵鬼死你 等等 等等 就是不只是Christmas的問題 Halloween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有沒有需要去做到 那麽非常對立 還是 某程度上其實是OK呢 就是如果你想想 聖誕節那個顛覆性 今天都還在這裏 羅馬帝王不是主 只有一位主 就是 在馬曹裡面降生的耶穌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主 真正的上帝真正的神 那今天 現代社會都是這樣 現代社會 你看到 譬如共產的國家 中共 他們都對聖誕節的慶祝 是很敏感的 爲什麽呢 因為 共產黨知道聖誕節的 那個挑戰在哪裏 聖誕節的挑戰 所以是一個對強權的威脅 所以你回去看這些故事的時候 你知道 不是聖誕卡那麽溫馨 那麽簡單 其實是一個神國的介入 上帝的臨在 上帝要去告訴別人 哪一個才是真正可以敬拜的對象 那今天很感謝大家 和我們一起聽了 那麽多關於聖誕節的不同的歷史 和文化當中的影響 那麽都很希望大家 趁著這個聖誕節的機會 好好反思一下這個節 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意思 和一個感恩的生活 讓我們自由地祝福這個聖誕節 那麽我們在UV網台 同樣一起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